大家好 我是哈雷蜜 我今天来到的是米屋的食品卖场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千叶线知名的名产 尤其是这个米屋的花生最终 是你一定要来千叶必吃的东西 而且你必买回台湾送给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最终它就是长得就是方方的 但这个是长花生的样子超可爱的 然后据说里面不止红豆 还有加花生一起当成内馅 我们来吃吃看它有多特别 这个很适合配茶 它外面的皮酥酥的 然后里面的内馅很软但又不会太甜 如果你买一个这个然后配一杯茶 就可以坐在电视前面一整天 或者是跟你的朋友聊天聊一整天 真的超好吃的 它们还有很知名的羊羹 是栗子羊羹 光剖面都超漂亮的 因为它里面有栗子 所以它比一般的羊羹还要再扎实一点点 然后里面的栗子真的是没有再客气的 给你摆超多颗好夸张哦 这个才是羊羹啊 它不会太甜 然后这个也一定很适合配茶 好好吃哦 我觉得很适合送给台湾的朋友 我爸爸一定会喜欢 据说啊这个最终啊光一年哦 一个就可以卖掉一千两百万个 很夸张吧 如果你有来千叶的话 千万千万记得买回台湾 送给你的朋友哦 拜拜 拜拜